这两天非洲有件事情可以分析解读,联合国前天进行了几轮投票,有瑞利亚人的主义救援问题的,也有涉及到非洲安全问题的。 目书专门说说非洲这个投票,有关,是否延长联合国在中非共和国的维和计划,法国作为提案国,提出了一个方案,要求安利会15个成员国进行表决。 中俄对法国的提案投了弃权票,原因是法国起草的提案,并未直接提到俄罗斯在中非和平进城中起到的作用和努力。 不过虽然是弃权票,但是其他13个国家都是投票支持,因而没有反对票。 这意味着,联合国负责在当地维持和平的中非多层面综合稳定团,将继续派驻。 这个提案的背景可以说说2013年,位于非洲中部的中非共和国爆发内战,叛军之力强大,将总统拉下绑座,导致支持总统的一派武装分子与叛军发生了激烈交火。 由于法国是中非共和国当年殖民地时代的宗主国,于是该国推动下,联合国从2014年开始,派遣了维和部队进驻中非,促使双方停火,恢复国内秩序。 这次投票就是联合国派遣的中非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任务到期了,需要按照程序走一个延续的投票过程。 于是,法国就顺势提案,要求延长任期。 那么法国的提案,为什么不提俄罗斯的作用? 法国联合国大使福尔索瓦德拉特雷的一番话或许说明问题。 德拉特雷大使在安理会表着时候说,非洲联盟的停火倡议,是中非政府与武装团体之间,直接的和包容性的唯一对话进程,这才能形成一个全面和平协议。 也就是说,在法国看来,非洲联盟的调解作用,是中非冲突的唯一选择途径。 而俄罗斯则令P-西净,没有经过非洲联盟的调解,该国和苏丹一起,在今年8月,单独与中非武装团体签署了相关协议。 这就意味着,中非冲突的调停方出现了两个,一个是法国和西方国家支持的非洲联盟的调解,一个是俄罗斯参与的另外一个调解。 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,很少对非洲问题感兴趣,但是,最近在中非,确实倾注了大量心血。 目书注意到,俄罗斯在当地有一些跨业项目,并且派出了上百名军事教官,为当地培训军队。 据悉,除了教授中非士兵,如何使用俄纸武器外,俄罗斯教官甚至对法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,也表达了抵制,而法国一直将中非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,当然对俄罗斯不满。 法国人为了排斥俄罗斯在中非的势力,当然不希望俄罗斯深度跌入。 所以在他们的提案中,对俄罗斯在中非和平中的作用之次为奇。 俄罗斯联合国大使法西里涅边甲抱怨说,法国起草的决议,对俄罗斯的贡献不公平,不符合非洲和平倡议。 涅边甲大使批评法国,依然具有一个殖民时代的意识形态,称在所有这一切背后,我们可以看到,他们把非洲国家作为一个自己的地盘和保护区。 美国主联合国副大使乔纳森·科恩,在阿里会发言时,似乎在打人场,当然,也对俄罗斯在中非扩展势力不满意。 他说,在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,摆脱十多年冲突,以追求和平与发展时,各方都应该帮助,而不是竞争,也不要互相嫉妒。 中方在这份决议中,之所以与俄罗斯一样,同了弃权票,按照我们主联合国代表的说法,中方支持延长联中稳定团,但决议草案,应有助于民居共识,有利于维护中非的和平与稳定。 国际社会有关各方,为中非和平安全所做努力,只应得到认可和肯定。 各方,特别是中非共和国的合理关系,应得到充分重视和考虑。 本质上,这次投票体现的是俄罗斯重返非洲,与传统非洲殖民者之间的利益冲突。 不过好在各方的博弈,并没有损害到联合国派遣违和部队的基本立场,透视俄罗斯与法国,如何在中非继续博弈,还是一个看点。 你如何看待俄罗斯重返非洲与西方对峙? 点击投像,查看更多文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! 哎哟!